欢迎收听听鼠王第103集 我们这一集节目感谢Zoe赞助 Zoe 抖内台币50块 谢谢肉依 肉依说大将军威武 这一次更新很快 令人惊喜 最近好多人讲美元霸权崩溃 还有AI 还有运气 鼠王要不要分享 括号酸一下呢 哈哈 好感谢肉依赞助 我们今天这一集 就是为了Zoe的留言而开的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最近到底在忙什么 Zoe讲的我们都讲一下 美元霸权松动 它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每年都可以拿来讲 任何时候 只要你今天节目缺东西 都可以把美元霸权拿出来 喇一下水一下 很值得水 如果你去看一些比较常见的 美元霸权的说法 它大概就是在说 那个储备货币的霸权 它大概存续的时间是100年 什么葡萄牙 西班牙 荷兰 英镑 这样 大概都是100年 那到现在的美元呢 美元存续的时间也大概是100年了 那就会有人觉得说 美元大限将至 而且这些储备货币啊 它最后为什么会衰败呢 衰败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 他们国家的债务上升太多了 欠太多钱了 什么的 好那因为这样呢 你这样比照一下现在的美国 它也是债务很高 我们最近还有在炒作那个什么 债务上限的问题 要不要再拖一阵子的问题 好那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呢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 再加上这几年有什么 那个中美贸易竞争 乌俄战争之类的问题 好那大大小小的事情加起来 哦还有那个量化宽松 国债上限这些议题全部加起来 都很值得去炒作美元霸权 即将转移的这个大标题 刚刚肉依说最近很多人在讲 我是没有看到很多人在讲 我只有比较有印象的就是Hardcore 利友重开的频道 Hardcore财经通事的第三集 在讲美元崩溃论 用货币基础理论打脸北七媒体 Mb仔 我就这一集有看到他们在讲 美元霸权松动 然后我觉得啦 就类似的节目 只要讲到美元霸权 都有一定的模式 就是讲完之后 他的结论大概就是 你还先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看到的东西 就算你看到了 他的发展也会非常的慢 如果你今天是从 瑞大利友那一边看到这件事情 他大概就是跟你说 中国好棒棒 中国要起来了 美元要GG了 现金是垃圾什么的 那我也觉得啦 投资真的不用管这个东西管太多 因为好像真的没有我的事 时间维度真的差太多了啦 你在看美元指数的时候 他不是在看日K的耶 那日K可能是短期看一下而已耶 你要看美元指数的话 通常都是要拉到月的这个层级去看 然后一次呢 循环就看个十六十八年 都是这样耶 那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投资有帮助吗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还不如去打电动 真的 因为打电动你可以马上获得快乐 可是你看这个东西呢 你只会担心 啊啊我接下来钱要塞去哪里 啊塞去哪里比较好 啊你今天真的好 你真的塞过去了 然后过了两三年 你会觉得说 啊干我到底要冲他小 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变啊 好比如说你看 美国债务上限的问题好了 你觉得那个债务上限很严重吗 哦那可能短期之内呢 他会稍微有一点点反应 债务上限那个东西 我是把它当做一个胆小鬼赛局啊 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 胆小鬼赛局就是像 你在看玩命关头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看到 两台车他会互撞 一开始是互蹬 然后嗯嗯嗯 然后冲出去了以后 开始狂加速 一直加速一直加速一直加速 然后看谁呢 先转弯 啊谁就输了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 如果说你今天两个人都不转弯 那一定是撞下去 然后两个人都死掉 啊你如果先转弯 那你就要输了 那最后就是比胆量嘛 比谁看看谁敢最后再转 那这种比赛 我是觉得非常的没有意义啦 可是他就还蛮像 最近的那个债务上限的问题 然后要不要处理 哎要 啊可是 要处理的话 就必须要两档 都OK 一个档想过 另外一个档想要让你过 那彼此之间可以拿来当做政治筹码的交换 可是你就是知道 最后还是要让他过的 就好像你看胆小鬼赛局 他的结局 绝对不是两台车直接撞在一起 因为胆小鬼赛局两台车如果撞在一起 两个人都死掉 他就变智障赛局了 他不是胆小鬼了 是白痴赛局 其实我在看胆小鬼赛局的这种两台车撞在一起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都在想说哎 啊如果两个人呢 真的都在最后一刻转弯 然后他们转同一边 啊不就也撞死 啊没有啊 那是题外话 我主要是要说呢 债务上限的这个东西呢 应该正常人都不会 应该吧 我也不知道啊 因为我这个人不算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我觉得应该国债上限的这个议题 正常人应该都会知道说 最后他就是会获得解决 只是呢 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两边呢 退让了多少 这样的问题而已 啊可是在这一段 市场出现一点点反应 在担心国债上限的时候 出现的这些反应的这段时间呢 他可能就可以去炒作一下 比如说像美元霸权松动的这个题目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到的时候 哎又又变成了一个很良好的谈资 那我是觉得不如去打电动啊 因为那时间维度真的差太多了 啊如果说呢 要我去看美元是否会被取代的话呢 我比较关心的主要是 嗯我某一次在节目上面 某一个节目 我忘记是哪一个了 好我大概就提几点啊 我整理了几个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就是我们这样想 好像比较好一点 因为美元霸权松动的这件事情 在讲的时候主要都是讲说 哎可能是美国要下来了 然后有一个国家要上来了 好啊那个国家上来 你到底是要怎么做 你是要去买那个国家的币吗 要怎么做 大家根本就不知道啊 那你担心美国下来到底要干嘛 你还不如换一个角度想 美元要下来 那其他有比他更好的吗 谁 你说人民币吗 你觉得呢 日币吗 还是新台币 我还宁愿相信是比特币 好啦那我看的部分呢 主要是这样 我是这样想的 我们假设是美元 然后跟人民币的话 为什么中国会想要 让人民币起来 然后为什么会想要摆脱 美元的控制呢 首先当然是 中国他不满美元霸权 那他为什么会不满 就是美元呢 他当做世界储备货币 让美国这个国家 他的特权有点太大了 美国是世界上最不需要担心货币危机的国家 为什么 因为那个币是他们印的 他需要的时候 他只要去印就可以了 他只要在不要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 他爱怎么印就怎么印 所以他们怕通货膨胀 最简单的讲法是这样 比如说如果你说斯里兰卡 他们在用光他们的外汇储备的时候 他就要担心破产的这件事情 那什么是外汇储备呢 外汇储备他其实就是 美金可以拿来 跟你买你们国家所提供的东西 比如说你们国家提供 你们生产的东西 那你们就会收到美金 你们国家可以做观光 那你们观光的时候会赚到一些外汇 赚到的这些钱呢 这个钱进到你们国家来 他可能就是 比如说他用美金然后换成你的人民币 用美金换成新台币 这个钱如果一直进来 然后你没有想要 你没有好好的去处理他的话 就会造成一件事情 你们国家的货币会升值 很简单吧 他们一直买 一直买你们国家的币 你们国家的币就升值 你要怎样防止你们国家的币升值呢 升值跟贬值都是他的好跟坏 那如果你要防止你们国家的币 大幅升值 你就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印钞 你印你们国家的钞票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那个汇率把它稳定下来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改变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国家的美金越来越多 那美金很多的时候你就会拿干嘛 他就是所谓的外汇储备 你会拿去投资 那比较安全的投资就像是 你拿去买美债 然后美债呢会帮你升利息 那升出来那个利息 他又是一笔收入 那当斯里兰卡用光 他的外汇储备的时候 因为他没办法再赚更多的钱进来 他的外汇储备用光了 这个时候他们会担心 他们破产的事情 可是相较之下 美国他因为可以自己发行他的美元 所以实际上 他根本就永远都不可能会用完 这就是他特权过大的问题 我们都讲说他一直印钞 一直印钞 他是根本连印钞机都不用开 他就可以印了 他只要在电脑上面输入一串数字 打出来好美元印出来了 然后他印钞的话呢 他还可以说 我们印钞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世界上对美元的需求也非常大 印钞不是只有为了我们自己 也是为了全世界的需求 这样讲也是对的 我们大家都需要 我买比特币要不要美金 我要啊 我需要啊 我出去出国去玩 要不要美金 要啊 美金很好用 那中国不满什么 就不满这个了 因为他也一定要用美金 他一定要美金的话 他会被美国控制 你这几年看到中国被美国控制还少吗 然后再加上乌俄战争的时候 你看俄罗斯怎么了 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被冻结 那光是这个 然后中国的不满 你就可以理解到 他不想要被美国控制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北七 他也是会想要摆脱美元的控制 他也会想要美元霸权 变成中国霸权 好那再来第二点 美元它是一种武器 怎么做 因为大家都需要美元 大家都有外汇储备 美国他有办法把敌人呢 去排除到国际金融体系以外 因为大家都有美金结算嘛 那我帮你排除 那这个可以重击敌人的要害 这个就像是被班上大部分的同学 排挤这么痛苦 美国去年就冻结了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嘛 你看明面上俄罗斯他就被排挤了 可是暗地里他在做什么 暗地里他可能可以跟中国去暗通款取 那这个假设是说 如果说美国排挤了俄罗斯 然后又排挤了中国 当被排挤的国家如果越来越多 或者说有大咖 好像俄罗斯就算大咖了 有大咖被美国排挤 那中国他就更有诱因去推人民币了 他怎么推呢 他就是把那些被排挤的人拉过来 他说那间大间的交易所你不能用的是不是 好没关系来我们这边有开一间你跟我来 我们开一间小的交易所我们一起做 那中国就有诱因去推人民币 他来扩大他的市场份额 然后想办法挑战美元 他可以要求他的贸易伙伴 然后一起来用人民币做结算 理论上是可行的 可是事实上其实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如果要讲美国下中国上的话 他表面上来看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可是其实这两个国家真的差很多 怎么说差很多 中国他的输出比较多 美国他是买比较多 所以要把钱撒出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美国把钱撒出去就是买东西 我跟你买 钱撒过去给你 钱要怎么处理你家的事 可是中国呢 你用什么东西跟人家买 你用人民币跟人家买 你买的东西又没有你出去的多 你出去的比较多嘛 所以你是赚人家钱的 那你要怎么把人民币撒出去 撒出去的方式就不一样了 所以中国撒人民币的方式呢 就是用那一种 我借你钱 你再还我钱 你还我钱的时候 你用人民币还我 主要是这样的差别 我们接下来讲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中国 他需要去提高人民币 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 他的功课是这样 他要增加人民币的通用性 他要提高他的流动性 然后呢 还有最重要一点 你要想办法 让大家存人民币的时候 是有好处的 可是现在的现况是什么 现在现况就是 如果不要算欧洲的话 接近九成的商务往来 结算都是用美金 人民币想赢 有点难 我看过一个很老很老的影片 IEO做的 那个时候也是在炒作 就美元即将被取代了 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中国超猛 那那时候 IEO做了一个影片 就讲说还早 那个时候还早 现在呢 其实我觉得也是还早 只是有很多很多的议题 去让你觉得说 快了 快了 可是这个快了 可能是二三十年 可能是十年 如果你今天说 根据美元指数的循环来看的话 十六到十八年 接下来下一个可能是2037 对2037年 差不多 我没有很确定 我只是印象中有这个数字而已 好那接下来讲下一点 第四点 你家的货币可以拿来结算 让你的货币变得好花 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 你还有下一步 下一步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的手上 有很多的人民币 比如说你今天人民币结算了 然后人家拿到很多你的人民币 然后在这些人 还不需要用到的时候 你有什么诱因 可以让这些人持有 而不是说赚到你的人民币 赶快去换整美金 你要人民币变好用 人家才会拿 人家有拿 才有机会拿来买东西 不是这样 什么诱因可以让你继续持有人民币呢 主要就是投资的便利性 你想美金能够购买的金融商品 真的超多的 还有他们市场 美股市场流动性超好的 金融商品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拿美金 你就有诱因可以去持有美金 有在投资的人 你就算没有持有美元 你投资的商品里面 也有很多成分 都是受到美金的影响 或者说你今天间接持有到美金 像我觉得持有比特币 它也是间接持有到美金的 你持有USDT 间接的也是持有到美金的 或者根本就可以说 整个币圈都归类在美金的范畴里面 所有加密货币 也是用美金在结算的 美金真的很强 而且也真的很好用 然后拿着呢 你又可以拿去买 无风险的美债 那这时候 你到底为什么要拿人民币 我就不想拿人民币 如果人民币想要取代美元的话 它就要解决这些问题 换句话说 它需要解决的问题可多了 中国的市场有这么开放到 很方便大家投资吗 没有 人民币有比较好买加密货币吗 当然没有 那换个角度想 美国它就有很成熟的金融市场 对不对 那你在持有美元的同时 它也可以轻松投资到美国 这个就是在我们石油美元 那一边有讲到的 我们讲说 产油国家 产油它在油上面赚到很多的外汇 那因为结算是美金结算的关系 它赚到很多美金 那这些钱呢 他们花不完 他们在他们国家是花不完的 这时候就会有投资的需求 那有购买金融商品的需求 这个时候 美国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所以只要要跟你说 美元霸权呢 还早啦 还早的理由都是这个 因为他们的流动性是最好的 你假设一下 如果说把这些石油上面交易的钱 全部都塞到中国的市场 硬要用人民币来投资中国市场的话 这样会有什么问题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进去就暴涨 他们汇出来就大跌 为什么 因为流动性太烂 流动性不好 然后再加上呢 他们的市场又不是气氛很好 国家控制的成分又很大 你想一下 如果说大笔资金塞到中国市场里面 然后造成暴涨 然后他们不想要暴涕的话 他可能国家就会防止 大笔资金汇出造成暴跌 中国会去限制你汇出啦 那这个也不是新闻了啦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流动性不好的问题所在啦 举个例在三月的时候吧 我查一下 三月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新闻吗 莫比尔斯在上海银行的那个账户 钱领不出来 莫比尔斯 有新兴市场教父之称的基金经理人 莫比尔斯 他说中国正在限制资金流出 他个人就受到影响 然后他就说 所以我会非常非常谨慎的投资中国 有没有 新兴市场教父的钱汇不出来 这个就是我会说 不太想要去管什么 美元霸权松动论的原因 主要就是中国这个市场真的很不吸引人 不吸引到我真的觉得 连看好像都不太有必要看 主要就是当做新闻看一看而已啦 我一直都觉得中国我看不懂 我到现在还是看不懂 然后曾经有认真的去看过啦 可是我还是觉得 我真的看不懂 然后我就不碰了 所以我台湾主要把钱呢 要不放在币圈啊 放在台股啊 放在美股 这种不够透明的地方 真的很不值得把你的钱放到那一边去 我觉得我不敢放啦 啊我觉得其他人呢 他敢放 那还真有种 你如果跟国家的关系很好的话 啊可能你会放 我觉得是这样啦 好那再来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中国流动性不好的问题嘛 我们再来讲 去年俄罗斯外汇储备被冻结的这个情况啊 你可能会让某一些产油国家 他开始会思考说 哦我这些钱放在美国 好像没有到非常安全 钱放在人家那边 好像会担心说啊被挟持啊 哦被冻结什么的 可能他们会考虑要分散风险啊 那可能他们会考虑要把一部分的外汇呢 放到中国市场啊 可是这个一样啦 这个担忧 在美国市场存在 在中国市场也一样存在啊 中国现在欢迎你 鼓励你 支持你 可是他可能明天就绑架你的钱 这也有可能啊 俄罗斯的外汇被冻结 又不是无缘无故被冻结 又不是没理由的 你要不要看看你做了什么事情 如果说今天俄罗斯他发动战争 然后大家都还正常跟他做贸易 然后还在那边担心经济的问题 然后美国呢还跟他称兄道弟 你就看到俄罗斯在那边霸凌乌克兰 然后大家完全都当做没看到的一样 继续跟他做生意 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绝望 我想的是这样 那大家担心当然是正常的 没有错 可是并不代表说放去中国就没有这件事情 反而放去中国 你要不要看看马云 然后你看看拼多多 这种时候美国扣分真的不代表中国就一定加分 好那然后再来 中国呢 它是一个进出口国 它卖给人家的东西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人民币撒出去的方式 我刚刚讲过了 他其实不是把人民币拿去跟人家买东西 然后让人家去担心说人民币要怎么处理 不是 他是把人民币借出去给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他去帮别的国家做一些基础建设 你没有钱 没关系 来我帮你盖 你慢慢还我 用你们国家的税收来还我 盖机场 盖铁路建设 港口什么的 让人家欠他钱 然后再要求人家还款 用人民币来还款 一带一路就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我觉得好像也一阵子不提一带一路了 成效呢 这个东西 我可能要追踪一下 我才知道要怎么讲 可是他撒钱的方式跟美国撒钱的方式 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算他要取代 那这个世界的整体经济上 应该要有很大很大的变动 我们才有机会看到人民币取代美元 不然的话呢 就很像被排挤的一群人 跑去用人民币 我不知道要担心什么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比较需要担心的是 美国自己该管的东西没有管好 货币这个东西在他手上失控了 然后呢发散了 他没有办法做好 然后溢出到别的货币去 别的体系去 只要美元呢 他还能够控制得当 其实不太需要去担心 美元霸权松动的问题 那其实中国的动作也是很大 所以说美元霸权受到挑战的这个说法呢 他其实已经好几年来都一直有人在鼓吹跟讨论中了 可是这一些中国的大动作真的没有替人民币加分多少 我真的觉得没有很多 真正最好的方式其实应该是什么 你中国想要让人民币起来 你真的想要挑战美元霸权 我觉得中国他应该是要更开放他的市场 你要引进更多的市场机制 这个市场机制的意思就是看不见的手 我这边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国中的时候 学到看不见的手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是想说看不见的手应该就是呢 有一个黑手在操控的这个市场 好像如来佛的那个五只手指头这样 控制的整个市场 然后呢以台股来说 看不见的手感觉好像是某一个超厉害的主力 在控制的市场的那个加权指数 他今天要涨几点啊 要怎样全部都锁得好好的 不是 我后来才知道不是 我所谓的这个后来是在高中的时候才知道不是 有一个老师跟我讲的啦 那我不知道其他同学知不知道啦 应该是知道啦 我资质比较差一点 我后来知道说看不见的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看不见的手的意思是说 市场机制他会让缺的那个东西变贵 那既然他变贵的话呢 去做这一个东西的供给就会变得很划算 你就值得去做这件事情 那值得去做呢 那就会增加他的供给 那供给一增加就会把那个价格再把它压下来 我用币圈的东西跟你讲好了 比如说在以太币还可以挖 然后ICO的那个时候 很多的币可以挖嘛 啊为什么 为什么大家会想要抢显卡 然后跑去挖矿呢 原因是因为显卡太便宜了 你说一张一两万块的显卡真的有很便宜吗 没有很便宜 可是换算成挖矿的那个收入以后 超便宜 在我们那个时候一张显示卡六千块 大概六千块一张基本的啦 大家规格上来用来说的显卡 大概六千到八千块 六千到八千块的显卡 一天就可以花三块钱美金 这样就划算了啊 那挖到的那些钱 如果你是去挖一些ICO新的币 它如果暴涨上去 那也划算 所以这个时候呢 矿工投入是为了要干嘛 攻击 攻击是什么 加密货币 因为那些币要透过挖矿来产出 产出了之后你就会拿去卖 看不见的手就自然的调节了这件事情 然后让大家跑去提供加密货币 这个才叫看不见的手 那看不见的手 它必须是一只自由的手 你不能去太过控管它 因为你去太过控管它 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发挥它的市场机制 你要在旁边观察它 引导它 可是你不可以直接去定价 因为如果你去直接去定价的话 会出现一些很奇怪的结果 我就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太阳冷 我觉得太阳冷上面就看到类似的案件 还蛮奇怪的 比如啦 鼓励太阳冷的做法是这样做的 它就是让太阳冷发电出来的电 用比较贵的价格卖给台电 对不对 好那你发出来的这些电呢 它可以卖的比你一般家里面那种家用店 还要贵非常非常的多 中间会有套利的空间 然后政府就用这种套利空间 然后去引诱你 让你可以觉得说 你闲置的地 闲置的屋顶 你可以拿来架设太阳冷 用这种鼓励的方式 鼓励大家有提供太阳冷的场地 这样 可是这样的话就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有些人呢 就荒废田地就不种了 然后直接用他的那块地整个直接拿来种电 比他种田还要更赚钱 就是政府开出了这个需求 然后供给就上来了 那那个供给呢 它有可能是很畸形的供给 就是你去控制到那个价格之后 你有可能会看到 就是政府给出了某个推力之后 它有可能会产生那种很奇怪的情况出现 像刚刚讲的那个种电 它就是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好那假设我们再回来看那个房租的问题好了 假设说政府想不想让北漂青年 租房子要花太多的钱 他如果去硬性的设定那个房租的上限 那这个时候问题会很大 比如说他去设定说 房租的上限只能够在一万块 一万块以上就不行 然后这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好还是坏呢 通常我们能够联想到的就是这个一定坏 为什么说一定坏 对你租房子是有比较便宜的没有错 房东就没有办法把他租出去的价格 设定成一万块以上 可是这个时候变相的也是让那些房东的 供给的品质变差 怎么说 如果说房东今天把他的物件 维护的好好的设计的好好的 装潢的好好的 里面的东西也都放的不错 然后他能够租出去一两万三万的价格 然后你今天政府设定一个硬上限在一万块左右 那就会让这些房东就不想要好好的去维护他的物件 你就看到对大家租到的房子都是便宜的 都没有超过一万块 可是全部都是烂的 这个就是市场机制没有好好发挥他的功能 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我就看过一本书里面就讲这个现象 就是政府为了要维持那个租金成本不要太高 他就去设置一些很奇怪的配套措施 然后弄出来之后发现说 豪宅 租豪宅的价格反而不贵 可是租那种便宜的房子反而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有硬上限 然后豪宅那一边反而因为需求比较少的关系 然后就造成说他的市场机制可以让他有正常的波动 可是因为那个便宜的物件 他设定的硬上限 然后就造成说出来的供给都非常的烂 好像前一阵子缺蛋那也是 暂时出现供需不平衡 供给变少 那当然需求不变的情况之下 他就会变得很贵 那个贵他只是暂时的 一段时间之后他就会回到他正常的水位 这个就是市场机制 这就是看不见的手 可是如果政府他硬要去做某些事情来影响市场 那就会产生很多很奇怪的悲剧 比如说像中国他硬要扶持 他想要加码某些政策上的利多 然后让半导体起来 比如说你今天如果开一间半导体公司 我就补助你多少多少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奇怪的攻击 就出现说明明就他是在做饲料的 他也挂一个说他是什么某某半导体公司 或者说他本来不是半导体公司 他故意去买一些奇奇怪怪的设备 然后把自己弄成符合定义上的半导体公司 那这样他就可以领取政府的补助 那这都是很畸形的啦 拉回到我前面讲了 我就是说真正最好的方式 你要让中国起来最好的方式 应该是中国要更拥抱市场机制 要更开放他的市场 你要更少的集权干预 就算要干预也要让专业的来干预 不能说什么习近平说我们今天要怎样 就这样 这种时候一定是悲剧 你要更用力的开放你的市场 让市场更自由 这个才是真的 我们才会愿意把钱塞过去 不然你说人民币想要取代美元 在这个前提之下 你跟我说人民币会取代美元 我都会觉得很假塞 还早 我还宁愿相信比特币有机会取代美元 在我角度看来 我就会觉得比特币很不错 当然那是因为我比特币吹 所以我会觉得比特币很不错 硬要讲的话比特币要取代美元 也是很困难 可是我宁愿相信比特币会取代美元 我也不想相信人民币会取代美元 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再来我们讲一下AI 我还在回Zoe的留言 我再把Zoe的留言再讲一遍 Zoe说最近好多人讲美元霸权 还有AI 还有运气 我刚说运气我不讲 我还要讲一下AI 孙王要不要分享 挂号酸一下哈哈 我要讲一下AI 自从今年有ChatGPT以后 我一直处在一个很焦虑的状态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AI这一次真的很厉害 我知道可能有人会想说 就是你这种平常没有什么本事的人 才会因为AI感到焦虑 对我来讲骨癌 或者说很爱化修的那些人 你们就是因为什么东西都只懂一点点 然后看到AI的时候才会觉得说 哇AI好棒哦 即将取代很多工作 我们的专业短时间之内不可能会被取代 嘿啦我知道啦 我知道有一些人哦 他像AI吹啦 有一些AI吹他们在测试AI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去测试看看 ChatGPT跟Cloud或者是Bard Bing之类的 他们在测试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看看说 谁比较会写程式 可是他们在写程式的这个环节 他们都是用那种很简单的小程式去测试它而已 比如说这串数字帮我挑出谁是奇数 谁是偶数啊 帮我排列一下啊 帮我判断这三个数字 可不可以形成等腰三角形啊什么的 做这种简单的来测试 都是测试说他们行不行这样而已啦 这种东西当然AI它几乎都有办法做出来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稀奇的 因为这个充其量就只是一支范例程式而已 光是用Google的就有机会可以Google的到 然后丢进来给AI测试 那你就会觉得说 这种人好像只有懂一点点而已 他们好像也没有真的在写程式 不知道这个测出来对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用 真的大型专案你要用AI还是没有办法 还是没有办法只靠AI这样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真的觉得没有 像我看到一个影片 他用两个大型语言模型交替使用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交替使用 因为就是你也知道 GPT4它的成本比较高一点 他可能会把某一些简单的东西 把它交给3.5 或者是交给Cloud之类的 别的语言模型然后来做 反正他就是用两个大型语言模型 然后再加上他去引用一个公开的Github专案 这样就用这两个工具而已 很快他就弄出了一个 蛮实用的Google Chrome的扩充程式 这样他就弄出来了 他只有下Prompt 然后AI给的程式码如果有出错的话 他也是下Prompt 然后叫AI去Debug 之前提示是他会下Prompt 然后他知道要干嘛 一个扩充套件就这样被他干出来了 这个东西我认真看 用我的程式水平 我要搞很久 我觉得我要搞非常久 我可能要先去科一下别人的范例是什么 大概要怎么写 我先了解一下流程大概是怎样 然后我在那边一个字一个字在那边key弄出来 或者是抓别人的来改 我只能做到这样 以我的程式水平大概是这样 还是说复制贴上就算是复制贴上好了 我都没有办法这么快 可是人家会用的人 懂流程的人 他跟AI一起弄 他只要下Prompt 他只要把那些东西理一理 然后流程顺一顺 东西就出来了 所以我感到焦虑的地方 其实是在 我觉得我太弱了 然后呢 AI他是让全人类都变强 但是如果你今天懂的东西不够 广 然后呢 你知道的不够多 你变强的幅度会很小 那我就很担心 我变强的幅度是不是太小了 那我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有缺 我应该要再去补足 哎干 你看到这东西 你就会觉得 怎么可能没有差 怎么可能冷静的下来 你是因为用不到 所以你才那么冷静 明明就很多东西都用得到 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 我真的不可以只活在 投资的世界里面 我觉得投资市场上 有太多那种 纸上谈兵 然后跟空想 尤其是有一些专职交易人 你听他来讲一些 他的愿景 他看好这东西 他的看法是什么 他为什么看好 他觉得未来怎么样 我都觉得他讲的东西 他好菜 我说他好菜的意思就是 好他不会 他不懂这个 可是他看好 然后他去投资了 他讲的那个未来 跟我看到的那个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我说 投资市场上有点太多 纸上谈兵跟空想了 我好像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希望全部 所有我在做的事情 包括现在过去 要检讨一下 然后跟以后的所有可能 我觉得好像都要好好的探索一下 看我可以用AI辅助我做什么事情 然后有新的东西出来都要好好了解一下 我举一个例子 简单的例子就好了 比如说前端工程师 我最近在忙这个 忙着在点我的技能数 网页开发的那种前端工程师 最基本最基本一个前端工程师应该会什么 他要会HTML 你那个随便开一个网页 然后你按下F12 然后看他的element 我这边写中文 元素的那边 你就会看到HTML 你的网页就是用HTML形成的 然后那个大于小于的符号里面 框HTML 然后框body head link script 这种的 他就是HTML 你看到的那个网页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可是他背后其实是有HTML CSS 然后还有JavaScript 那当然你要拉出一个网页 一个前端工程师要拉一个网页出来 他当然也有No Code的做法 比如说你可以去Google的部落格 然后去拉出一个个人网页 这样很快就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网页 或者说有一些No Code的网页服务 他可以让你用图像界面 然后去拉一个东西出来 拉一个网页出来 放你想要放的东西 或者说你去套别人设计好的主题 很快你就可以套出一个很漂亮的网页出来 可是他有一些东西呢 是硬的 是写实的 背后的功能都是固定的 如果你今天想要 你老板叫你客制化 然后要去做自己的栏位 然后客制化出你自己的框框啊 动画什么的 再进阶一点 要连接到你们公司的一些资料库 你不可能完全不碰到JavaScript就做到 那当然如果你今天只是想要做一个前端的网页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拉一拉就做出来了 其他后端那边要做什么事情 那串接的更不用说 如果说没有去了解到HTML CSS 然后跟JavaScript的话 你可能连一些简单的SaaS服务 你都不知道要怎么用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我之前也没学过 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 这个HTML跟CSS 还有JavaScript很难上手吗 说真的真的也没有到很好上手 至少我觉得如果学校没有教 公司没有要求的话 一般的人要上手真的很难 像我以前就几乎没有碰过 我以前是写Java 然后跟C Sharp 我顶多只会做四创程式 之前在NFT的那个时候 我有去写Solidity 然后跟Solana那边的Rust 它可以做一个页面出来 其实它就只是你去写一个简单的网页 然后你的按键是可以跟智能合约互动 然后可以调用到钱包的资讯 只有这样而已 那时候我有稍微去碰了一下 只有这样 那这种前端的东西 我几乎都没有碰过 我上个礼拜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题目 就是希望说我可不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 就掌握HTML CSS 然后跟一些基本的JavaScript 然后看可不可以假装 我去扮演一个前端开发人员 再夸张一点 我可能跑去伊林斯找一下工作 看可不可以被录取 录取就跟他说 我不要去 只有这样 我目前呢 我才测试不到一个礼拜 就用AI来辅助 看我可不可以学习到这项技能 好像可以 我还没有到那个很夸张的阶段 可是我觉得好像可以 而且甚至不用买书 作为一个菜机 我觉得我不会的东西 AI基本上都会 可是前提是 我要大概知道我要学什么 那个road map 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定 严格来讲 该你的学习历程长怎么样子 还是要有一点点经验才知道 那还蛮意外的是 学习的路径 AI也有办法帮你拟定 还不错 好像不用买书 整个体验过程跟我以前 买书来 然后我按照书里面提供的范例来做 那有AI辅助以后 我觉得这个过程 可以把书的那个部分省略掉了 因为那个书很多都有时效性 你今天买来一本2018的书 然后可能它更新完了以后 语法又不一样了 韩式可能又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 呼叫的方法也有点不一样 那有AI辅助以后 我要去掌握这项技能 我觉得快很多 而且我甚至我还不会遇到版本问题 我目前没有遇到版本问题 版本的问题就比如说 这本书的老师 这本书的作者 他是用这个套件写的 那他用这个套件 他呼叫的方式 可能就会跟人家网络上面 比如说你今天写那个书上面的 范例的时候 照着老师的东西来key 然后key完了之后 诶有错误 有逻辑上的怪怪人 那你想要在论坛上面问人家 你会发现人家给你的回答 不一样 那那个人要教你呢 他可能要先了解 你的程式码在干嘛 然后呢 你用的套件是什么 他才有办法回答 一般的人不会想要帮你解这个问题 通常只能靠自己解 或者说有很好的学长 然后你又刚好是很正的学妹 学长会很有耐心的 一步一步帮你看 可是这个东西在AI上面 是可以很快获得解决的 感觉就很麻烦 显然是遇到这种问题 真的很麻烦 在那边解半天解不出来 然后你整本书念完 可能你会的东西又会很死 因为你就你就只会 这一本书上面范例 有写过的东西 所以说你会的东西很死 老板如果说叫你做某个东西 结果你范例没有练过 可能你在这个过程中 空手夺白刃 你会搞到满手都是洗 你去问学长 然后去问主管 还要被拴说 这个应该很简单吧 你怎么不会 你很嫩呢 来扣薪水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AI辅助你 AI就不会酸你了 你想要加班 他来陪你一起加班 你要熬夜他陪你熬夜 你要查语法 不用自己查 你直接问他 简单修改一下 真的会有东西跑出来 要debug直接贴给他 看他有没有办法抓出来 哪边有怪怪的 他都找得出来 变数你还可以自己设 怎么可能没差 刚刚讲的 我觉得有差 所以总结一下 我为什么说感觉到很焦虑 焦虑的原因是因为 AI真的让我觉得 有变强了 就是跟之前的感觉 真的不一样了 平常的门槛是在那边 那个门槛就会让你觉得说 因为有门槛的关系 让你觉得 好像你只能做某一个行业 因为你的学历 因为你的经历 你只能做某一个行业 别的行业你跳不过去 是因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念那个科系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 你觉得不是你的专业 你不能够做 可是AI真的有办法 把你推到门槛的上面 到了门槛的上面之后 你会突然觉得 选择好像明显的变多了 这有点像开游戏外挂 比如说我在玩魔物猎人的时候 我魔物猎人出门狩猎 我可以选择说我要带 大剑 太刀 弓箭 长枪狩狩猎敌 还是单手剑 超虫棍什么鬼的 如果说我今天很菜 我刚开始开荒 刚开始玩一个游戏 我的装备应该会很普通 因为我有的素材也不多 我只能做某一套装备 我不肯全部装备都做 今天我要出门去狩猎 我就只能够带最强的那一把 就像我们现在的工作一样 你什么科系 你就做什么工作 你以前的经验是什么 你就只能够找这个经验的工作 那我们魔物猎人 我就只能够带 我最强的那一把武器出门 比如说我全身上下 攻击力最高的武器 只有太刀 那我今天出门打什么怪 比如说我要去打 轰龙 我要去打螃蟹 我不管打什么怪 我都只能够带太刀 就算属性没有相克到 属性不对 那也没有办法 我最强的就这支武器 我就只能带这支 不然怎么办 如果说今天我改成开外挂 我外挂开下去之后 我的仓库里面 什么武器都有了 全部的武器 全部的装备 都帮你做出来了 诶干惨了 我就焦虑了 我这种时候我就会焦虑了 我就觉得说 干 我现在到底要拿哪一支武器出门 我以前是别无选择 我就只能这样选 我就觉得很好选 可是当我今天 有一大堆选择的时候 我就变成 诶全部都可以选了 那这时候我就会焦虑 我就焦虑说 诶 如果大家都跟我一样 全部都能选 那我有比较强吗 我全部的武器都会吗 还是我只会太到 我是不是应该全部的武器 都要练一下 我的AI焦虑就是来自于这个 我就是遇到这种问题 我有一种技能术 瞬间被打开了 然后想要去多点一些技能的感觉 好 再来AI的部分大概是这样 再来我们想一下 NVIDIA涨很多 对不对 我之前节目都没有更新到 我这段时间的台股跟美股怎么样 我来稍微更新一下好了 去年我的美股那一边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去年NVIDIA跟特斯拉真的跌很惨的关系 我去年吃回档吃了30% 就是我总部位跌了大概快30% 很惨 还是扛住了 好 那今年初呢 特斯拉大概涨到170左右的时候 等一下 我看一下日期 大概是什么时候 哦好 大概在今年初1月28的时候 因为我那时候写一篇文章 所以我大概知道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那篇文章我有贴在Discord 等一下我会放在资讯栏 好那今年初特斯拉涨到大概170左右的时候 我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大幅的减码特斯拉 然后买NVIDIA 可是我也没有全部都塞过去 因为我有一部分拿去买美债 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有写两篇文章 放在方格子上面 有先跟OG分享 在Discord那边跟OG分享 先贴给OG OG都看完了之后没什么反应 我再另外分享出来 我通常都是这样 有什么新的东西 不想要太快丢出来 我会先跟OG讲 好那这个情况之下 NVIDIA真的很补 涨到现在都已经要接近前高了 涨很多 可是呢我的美股回挡30% 到现在还没有翻证 原因是因为我并没有all in 那虽然NVIDIA真的涨很多 可是我现在我的总部位呢 今年这样算下来 还是-10% 也不是说今年 就是我说去年吃回挡30% 然后将回来上来 还是-10% 总部位跌掉30% 救了20%回来 真的不容易 今年 所谓不容易的地方 主要是在说 我今年就是靠AI才赚 Google跌烂的时候 我有接Google 亚马逊跌烂的时候 我也有接亚马逊 然后这个都赚蛮多了 矽谷银行那个时候 害很多银行在那边 崩崩 对不对 我也有接一些 比较大间的银行 我是接大间的 不是接小间的 但是接这些银行 平均 弹起来我就卖掉了 平均大概赚6%左右而已 所以大部分赚的 还是因为AI的关系 我跑去做一些 我觉得市场 小看它的东西 蛮可惜的 我没有买Facebook 因为我也小看了Facebook 台股也一样 台股第一季 在那边涨 那个储能 然后跟军工 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很好笑 所以我就不想跟 就算说 有一些大佬 在那边讲说 这个是大趋势 储能大趋势 抱歉 这个我真的不想信 当然那个东西 真的喷很多 我也有看到人家 在那边 翻倍翻好几倍 嘴巴上 虽然我嘴硬 该羡慕的 我还是会羡慕 可是心里面 默默的还是会觉得说 祝你迭烂 祝你被出货 我从去年开始 我台股就是做 记忆体 CCL 然后跟ASIC 这些 虽然说没有翻倍 可是获利也还不错 你看创意涨多少 群联涨多少 我有这个 可是没有翻倍 有些东西我不玩它 也不完全是因为 我说我嘴硬 主要是 如果要研究 再多一点点的话 我觉得时间 真的是不够 我不可能军工很夯 我就去研究军工 除能 我就去研究除能 我想要抱住一个东西 我想要买多一点 我都是要做那种 它刚好有掉到 我的舒适圈 我才做得比较好 不然的话 进去我一直赶小部位 然后做那种 技术线的操作 这样而已 我不可能市场流行 什么东西 我就去关注什么 这样很容易变套老仔 我常常都因为 这样变套老仔 所以我就会怕 你回想一下 长荣那个时候 合一的那个时候 因为股价很强 然后大家就跑去 变专家 他就说 这是散装的 货运成懒 他家有多少船 海狭行的 昨天马士基长多少 怎样怎样 腰症什么时候过 解盲第几期 接下来进处置 处置一处置二 正在流行的时候 我都觉得搞不好 我光看K线做 都还会比较强 可是虽然可以做 可是我不会放太多 没办法放太多 我真的手背范围 没有办法升到这么广 如果真的要这么广的话 我觉得一天24小时不够 因为我是单枪匹马 没什么 没有其他好伙伴 跟我一起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我大概就是 坚守我的手背范围 如果说我今天 部位要放大一点 对我来说 我还是只能够 挑我喜欢的题材 然后我蹲好 看看这个球 有没有办法 飞进我的好球袋 飞进来了 我在挥棒 主要是这样 然后这个也是 我今年出Podcast 会出很慢的原因之一 就是我看的这些东西 我少看了一些 币圈的东西 主要是在看台股 主要在看台股 美股那边我动很慢 我看的那些东西 我觉得很无聊 真的超无聊 难道我要讲记忆题吗 我觉得超无聊 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在Podcast上面 讲我在看的东西 除非我去讲一些 AI上面好玩的东西 可是AI 我又出比人家慢 我就低头 忙我的 有赚钱比较重要 还好 有赚钱了 我台股这边表现还不错 目前是 总部位挣20% 就是我做的这东西 无聊归无聊 总部位是加了20% 大概就是这样 以上跟大家简单交代一下 我因为焦虑 跑去恶补 因为恶补的关系 我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 有看懂 所以在它价格很甜的时候 真的很好买 好买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 就没什么成交量 我在往下挂两档 挂完之后直接去睡觉 有买到就买到 没买到就算了 明天再说 反正明天也不会涨 然后我就往下挂两档之后 挂一挂早上起床 挂个两档 挂完之后跑去睡觉 收盘之后我就看到 买到了 有时候我还买贵了 我直接跟你讲一下心得 就是这段时间的心得 真的 很多人喜欢讲的 好像他自己很懂 整个市场都在他的掌握中 通常是分析师 整个市场都在他的掌握中 可是真的没有 他掌握的只是一小部分 他的手背范围真的没有这么大 你今天真的很认真去看一些筹码 谁买了 谁卖了 公司的消息 跟一下法说 这样你的时间差不多就没了 我觉得他的手背范围 其实没有到这么大 他讲话真的只能打高空而已 他只能关注在股价 今天怎么样 明天可能怎么样 最近怎么样 今天法人买多少 像我现在在讲话 我就是在打高空 因为我讲的是整个市场 那这个东西真的很无聊 又一点故事性都没有 没有故事性可言 你真的要加故事进来 你可能就是要讲一些话 编新闻才会好玩 不然的话 一般来说 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无聊 所以说 讲那个 大家可能就比较不喜欢听 因为真的超无聊 但是 常常就是这种无聊的时候 他的含金量都还不错 至少我今年的状况就是这样 就是那些很无聊的东西 反而可以赚钱 我今天也在股票市场上 体会到的道理就是这个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些 有没有共鸣 我其实也不知道 我现在到底在讲什么 也会怕大家觉得没有共鸣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再补充一点点 就是你假设一下 如果你在2022 2023的这段时间 由你来负责当制作人 你去制作一档 投资相关的节目 你必须要快速跟上实施 掌握热门话题 让大家每一集都很想看 而且拼命跟你敲碗 期待下一集 你的观众都疯了 拼命敲碗 期待下一集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呢 我简单归类一下 如果你是制作人 大概能够做的做法如下 三点 第一点就是市场流行什么 我们就讲什么 第二个 鲍威尔的所有什么 吃喝拉撒碎 全部都记录下来 加一点点故事进去 把它变成花边新闻来讲 最好是每天都讲 他每次出来干嘛干嘛 都要讲 好 那第三个呢 就是追踪 这些事情的时候 只要你有看到一点点的缝缝 能够插入一些知识点 马上就要帮大家做一些 又浅又短的小补充 记得一定要又浅又短 必须浅 必须的 要让观众觉得说 有学到东西 可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 这个东西必须只能是 维基百科就能查到的东西 好 只要能够掌握以上这三点就行了 大家想看的不外乎就是这个 因为大家其实也没有办法花太多心力 来看这些投资上面的东西 而且呢大家也很健忘 他会忘记去年发生什么事情 他只会记得这一季发生什么事情 甚至上一季发生的事情 他们会忘 然后他们会觉得旧的资讯没有用 最新的最夯的才有用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 那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做一个 投资相关的节目 想要快速跟上时事 2022、2023年这段时间 就是要这样做 可是这种节目啊 大家爱看归爱看啊 有读 怎样的有读 他真的跟你在那边看每日星座运势 没有两样 小编最爱看这种东西 他最爱在那边看说 啊今天运气最好的是什么星座 啊是不是我啊 最好相处的是什么星座 好像他昨天就拿了一张图 在那边跟我讲说 你知道最好相处的星座是谁吗 啊狮子座 狮子座就是他啦 那我是说这种节目有读啦 因为他真的是在看 像在看星座运势一样啊 如果投资节目 你看到像是在看星座运势 就好像 假看的啊 看的时候应该是看说 哦大家在流行什么 这样就好了 知道一下他们在流行什么就可以了 然后呢 回头继续看自己的东西 我大概都是这样 而且如果你很认真的去跟那种 时事 我说的时事是那种 他们节目关心的时事哦 时事当然是还是要跟啊 可是你的时事不应该是由 节目来帮你定义 最近流行的是什么 你看像如果每天都在看新闻的话 你最近就会关心什么 你就会关心五亿高中生 五亿高中生的案件嘛 或者是超商駭客 不是駭客 超商浩客嘛 你就关注这个嘛 你看那个五亿高中生 他的那个事件 他就很值得被当做新闻来写嘛 然后呢 也很好看嘛 然后跟超商浩客 那个也很好看嘛 但是看那个 好像 你就变成说是透过新闻 在帮你过滤 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什么事情是不重要的 可是新闻觉得不重要 并不代表那件事情不重要 然后新闻挑出来讲呢 然后这个新闻很夯 也不代表说 你就要去关注这件事情 也不代表市场的热点 就在这里 那如果说你今天整天 都在那边看这个星座运势 然后你还进场去玩 没有把自己的人性 掌握好的话 就很容易亏钱 我之前的心得都是这样 那我觉得我今年 第一季就做的还不错 我都在玩我自己的 然后收入也还行 大概是这样 好以上就是回复Zoe的部分 感谢Zoe 肚内台币50块 谢谢你 因为你有了103集 啾咪 好接下来跟大家讲 一个跟本节目有关 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前一阵子 应该是上个月 收到一个私讯 还蛮有趣的私讯 这是来自一个 我们在有追踪 我们粉丝团的一个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粉丝 反正他就是 某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个私讯传给我 然后呢 他就问了一些私人的事情 应该是可以讲 我不管 我这样讲出来不知道会不会怎样 可是我不管 我现在要立定一个规则 你如果有来私讯我 我只能保证 你的名字不会被我讲出来 你私讯的东西呢 我可能都会讲出来 我会帮你稍微码一下 可是我还是会讲 好那这个 有点有趣的私讯呢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很有趣啦 好以下是他的私讯内容 他说 孙王 在最无助的时候 我想问的人 是你 不知道 你能不能回应我 不过 我还是想传给你 这是本人账号 我 一直在 做坏坏的工作 收入颇风 认识了一个酒店妹 然后包养了她 跟交往五年的女朋友 分手了 我知道我很糟糕 酒店妹 总是天马行空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每天都被她骂 总是 透过贬低我 来做高自己 括号 她妈的我才是 每个月付钱 给你过好日子的人 好吗 括号结束 好继续 可是 她总是 处处替我着想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 伸出援手 可能是因为 有我 她就不用上班吧 问号 我们的关系 总是分分合合 一个月要分手个两次 又复合 每次 都要我求她 长久以来 我真的好累了 要负担经济 又他妈的 每天要被靠北 她说的永远是对的 压力真的颇大 坏坏的工作 毕竟不是长久 可能哪一天 我就挂了 还要被她 无止境的情绪勒索 可是我还是 很爱很爱她 我知道你会说 我晕船 晕太深 呃 好我继续念 可是 两年多来 我一直觉得 只有她 最懂我 没有她 我连日常生活的种种 都无法决定 你可不可以 给我建议 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时候 我想找的 居然是 损亡 请老板 小编 看到 不要回 损亡 上身 再回 抱歉 我喝很多 如果有打错字 请见谅 我光是看后面 我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忠实听众 绝对是 她说 请老板 小编 看到 不要回 损亡 上身 再回 刚好 看的 就只是 我本人 就是我看到的 兄弟 我感觉到 你的无奈 她说 抱歉 我喝很多 如果有打错字 请见谅 我通常是抓 KOL 错字 比较不会抓 一般人的错字 好吗 我也不会在赢 好不好 你真的喝很多 这个一定真的喝很多 才会 我只是觉得 刚好很有趣 然后 讲出来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很认真回他 这个是我在 今年收到 最有趣的视讯 因为 她在前面讲说 孙王 在最无助的时候 我最想问的人是你 不知道你能不能回应我 不过我还是想传给你 好 那 如果大家 刚刚那一段 没有很认真在听我 念她的故事的话 主要就是 她是在做一个 坏坏的工作 然后收入 颇丰 认识了一个酒店妹 然后包养她 然后跟交往 五年的女朋友分手 她自己也知道 她很糟糕了 所以我们就不要 去嘴她糟糕的部分了 然后这个酒店妹 总是天马行空 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 然后她每天都被她骂 那她就有点不太爽 说 我才是每个月都付钱 给你过好日子的人 好吗 但是呢 她又觉得说 她总是会 处处替她着想 在她最需要的时候 伸出援手 然后她自己觉得说 她这样做的话 可能是因为 有我的关系 所以她就不用上班吧 兄弟 我觉得呢 你们的关系 会这样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角色错乱 什么角色错乱 你喜欢的到底是 酒店妹的她 还是 女朋友的这个她 因为这个情况之下 应该算是你们 是一半的 男朋友 女朋友关系 应该是这样吧 如果今天真的是 只有你在包养她 那根本就不需要什么 一个月分手两次又复合 因为你有讲到分手这个词 如果今天只是包养的话 当然我先讲 我没有包养过谁 没有 没有 主要是 我是要说 你今天就是角色错乱 你如果是包养她的话 不会有分手的问题 可是你就是包养她 同时你又是男朋友 所以她有时候 急掰的时候 你要想 她可能这个时候 正在扮演女朋友的角色 她对你 处处替你着想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伸出援手 这个时候 她是被你包养的 小姐的角色 那你只要这两个之间 可以拿捏的好 就OK了 如果你今天很喜欢 她处处替你着想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 伸出援手的 这一个部分 好 那你就跟她分手 你就不要当男女朋友 你就跟她说 我们两个的关系 就是老板跟包养你的 这个关系 那她如果说 她心情低落 然后来跟你讨拍 要抱抱的时候 你就跟她说 注意你的身份 我是你老板 我不是你男朋友 你要讨拍 要抱抱 去找别人 可是呢 我要讨拍 要抱抱 我是找你 开玩笑 主要是 我觉得你那个角色 要分清楚 因为男女朋友之间的相处 跟那个被包养 那个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一个像是 员工跟下属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像是 平等关系 她一定要平等 交往 绝对是平等 而且最理想的交往状态 我自己觉得 是这样的 双方都在很自在的状况之下 不用去刻意为了被配合对方什么的 然后做出一些妥协 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 长时间下来都会压抑 那这些压抑呢 就是累积的疙瘩 总有一天会爆出来 不是今天 就是明天 通常都是这样 你如果是要跟他交往 好好交往的话 一定要平等 你不能他击败你的时候 你就在那边想说 我才是每个月给你钱的人好吗 没有我的话 你哪有钱 这样的话就不是好的男朋友 可是呢 当一个包养的人来说 没问题 这个没什么问题 因为消费者嘛 消费者比较大嘛 可是 你要搞清楚 他对你好的时候 到底是 他因为拿你钱的关系吗 还是因为他也爱你呢 那你如果想要把这两个东西分清楚的话 很简单 你享受的是哪一段 你享受的是你包养他的这一段 还是你是他男朋友的这一段 你可以选两边 你选一个嘛 选一个做 不要混在一起做 混在一起很难搞 不能自助餐啊 你不能够付他钱了 然后你又要他好好扮演女朋友的角色嘛 你搞不好他不爱你啊 不知道啊 可是你可以测试他看看 如果是我 我今天我就会这样做 假如啦 假如我今天想要当他的老板就好了 我就我就付钱给他 然后保养他 如果我想这样的话 我就跟他说 哎 界限化好 我不是男朋友 我是老板 好 这是第一个 啊如果今天呢 是男朋友的话 你想要当他男朋友的话 你应该是这样做的 你就跟他说 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给你钱了 可是呢 我今天要跟你告白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男朋友 我不会给你钱 可是呢 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一起面对人生中 大大小小的所有关卡 你不用有任何的委屈 你也不用有任何的配合我 全部都不用 你只要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也做我自己 我们就这样一起相处一段时间 好 这样不错吧 你可以省钱 然后呢 看他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他如果爱你的话 这样就会跟你在一起了 你不用给他钱 他也会跟你在一起 他如果不爱你的话 你给他再多的钱 他一样不爱你 好 看你想要的是哪一种 那当然有些人 他也是喜欢那种购物的快感嘛 我给你100万 然后你就做你做嘛 这样的话 有些人会很爽 应该啦 这种爽也是另外一种爽嘛 不一定嘛 然后看你喜欢哪一种 可以试试看了 记得感情上面两边一定要平等 一定要自在舒服 不然的话就会像你现在这样 很痛苦 然后压力很大 再多钱都不开心 好啦 那今天的节目大概就是这样 最后再次感谢 肉依抖内台币50块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